德恩特,你听得见吗?趁现在,带着霍雷尔和...他快走! 我...我要和父亲一起!对不起了! 就表扬你一下吧!能把我逼到这种程度 算是我小瞧你了! 并不只是克兰多,之前开枪的家族成员们 也一一被突然冒出来的触手之间倾注 无数的触手从他们的影子中就这样毫无证兆地冒出来 局面瞬间被反转,所有人就这样处在了那黑龙控制之中 不过,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什么原因 你成了所有人中唯一一个例外 那头黑龙似乎没有发现你 尽管你的身边也冒出了一条触手 但是毫无作为,一动不动 这...怎么可能? 辐射和... 水质集产生的电流明明应该让你无法行动了才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能保持对那些黑翼寄生物的控制? 它们明明应该被电流 可笑 是啊 你说的没错 如果就像刚才那样被那道辐射的光束所产生的电击 给直击了我与黑夜的共生数的话 我确实吃不住那样的电流攻击 但前提是得打到才行啊 可恶 那你到底是怎么? 你以为我自己会不去考虑如何应对这些明显的弱点吗? 对于那种高强度的电流攻击是怎么应付的? 我自然早有准备 只要最外侧染上了水的那些黑夜给硬化之后 再包袱在全身上下 就能很简单的形成一张完美绝缘的壳 如此一来无论是电流也好 爆炸的冲击也好 对我来说不过是雕虫小剂而已 就像是被退下来的皮当做 盔甲包在身上一样 在躲过了那道辐射攻击之后 借着烟雾对视野的阻挡 从地下一口气解决你们全部 可是简单的很啊 你这头阴险的怪物 有着如此的力量 你去用它来做这种事 随便你讲成虎拉克兰多 你确实算是用了点心啦 不过很可惜 看来你还是很差一招啊 面对被触手抒擒住行动的克兰多 这条黑龙仍然是毫不留情 它惨暴的拧住了克兰多的喉咙 就像是抓到了一只弱小的小动物一样 轻而易举的领起了它的脖子 你爱了我太多事啊 克兰多 而且你对我知道的太多了 那黑龙勒住了你父亲脖子的力量明显在越发将大 你甚至能看到他手上抱起了心惊 这样下去很危险 像你这样狂热的复仇者 我可不会说什么 留你一条命的克兰多 那头黑龙就这样单手锁住你父亲的喉咙 他的力量甚至还要加大 你不能再做事不管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是现在只有你没有被触手限制住 而你的父亲则危在单膝 所以你必须得做点什么才可以 尽管刺手空拳的你恐怕无法给那只巨龙造成任何威胁 但如果有什么武器 没准你也能出乎那头怪兽的意料 就像你的父亲也说不定 我得赶快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能用的武器才行 搜索 你看向四周 想着找一把帮派成员的枪来用 但可惜那些被塑形住的帮派成员几乎都在工厂的远处 要拿他们枪来用实在是太远了 而就在你找不到任何武器而交集的时候 你看到了不远处趴在地上的波尔 似乎是因为之前霍雷尔给他那一下太重了 他依旧保持着之前昏迷倒地的状态 哦这个是 而落在他身旁的 则是之前那只波尔用来对付霍雷尔的奇怪枪械 如果这东西能影响到那头黑龙 没准你就有机会就像你的父亲了 讲到这里你赶紧缺略了下那头黑龙依旧没有注意到你 跑向你的支枪 这下只要找到机会的话 咦 但就在你拿起那把枪的瞬间 大量的紫色粘液从枪的各处缝隙轰然涌出 顺势形成了一只紫色的大眼睛 这这是什么 这只紫色大眼睛就这样眨着眼 直直地看着你 找到了 是谁 谁在说话 与此同时 插入你耳朵的是某种声音 某种非常特别的声音 不 比起是声音 不如说那种信息的传达 更像是你的脑海中浮现了什么 浮现出了某人 某物的言语 但当你再次看下那把枪 想确认到底是什么事情的时候 一切又回归于瓶颈 那把枪上紫色的眼睛也好 奇怪的声音也好 就算是你的幻觉一样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现在你手中拿着的 只不过是一样 样子有点奇怪的小型机械而已 这道理 尽管你相当困惑 想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紧急状况 你只能暂时把刚刚的事情当做自己 可能太紧张 看到了错觉 现在的你没有时间担心起 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了 你得赶过去帮你的父亲才对 你没有太多的射击经验 无法确保远程射击的准头 再加上从之前波尔用这把枪的情况来看 更近的距离也更加容易让这把枪起效 由此以来 悄悄接近那条巨龙 然后在他的视线盲区射击 应该是你最佳的选择 你紧握住手中的枪 下定个决心 在极力的克制住自己的脚步伸到最小的情况下 你一点点的慢慢靠近人那头 叫做炎的黑龙 一步两步 你一点点的往那个黑龙身边挪去 你知道自己不能被发现 这样的紧张感让你的心碰碰直跳 但幸运的是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 你最后还是成功的接近人那条黑龙身后 现在的他离你只剩几步之遥 猫科的轻移脚步帮你了不少 既然你现在已经成功绕到他身后 那么现在正是突袭的好机会 吃我这枪 你瞄准黑龙的脑袋 扣下了扳机 而且一团黑色液体 进发而出 直击了黑龙的后脑勺 诶 和当时波尔的云雾不一样 但话虽如此 这一下攻击还是结结实实的打到了黑龙的身上 他发出了一声嘀哄 猛的将拎起的克兰多甩到一旁 虽然至少父亲不会立马被勒死了 但那黑龙转向了你时 那脸上满是怒意的狂猛依旧让你胆怯 啊 小鬼 你竟敢 他开口满怀愤怒 但当他的视线描向你手上的枪时 表情便瞬间变了味道 一种难以琢磨的笑意 转而浮现了他的脸上 呃 这是 有意思 我记得你是之前波尔用来勾出霍雷尔的幼儿吗 克兰多的孩子 是吧 是又怎样 我虽然不知道你和父亲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恨 但是你要是再对我父亲怎么样的话我就开枪 尽管你也意识到了这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你仍然端起了手中的枪 虚张顺势的对着面前的黑龙 而黑龙看下你的神情却变得愈发柔和 他饶有兴趣的打亮着你 就像是在看着某种可爱的小动物 不 没那个必要 放下你手上的玩具吧 如果是你的拜托 我当然可以放你的父亲一马 真的吗 面前的黑龙180度的态度大转变让你的头脑摸不着 嗯 没错 当然是真的 只不过有个条件 你有什么条件 很简单 的条件 你 我记得你的名字是野猫生日对吧 和我一起走吧 只要你加入我的魔下 克兰多的事情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他走 要我和你走 可是 为什么 看到我身上的黑夜了吗 刚才从地上冒出来的那些触手 他们就是用这些黑夜形成的 而且他们没有攻击你 我猜的没错吧 是这样没错 你呀 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呃 我不知道 很简单 因为他们把你当成了我 什么 那什么意思 黑夜对生物的认知方式相当简单 他们是靠识别我们受人体内的某种遗传因子来判断对象 也就是说 你的身体里流淌着和我一样相同的遗传因子 虽然从你的味道来看 这些遗传因子恐怕是后天才被植入的吧 但这也无妨 孩子本该就在亲人的拥护下生活 怎么样 比起那个为了复仇三年对你不管不顾的父亲 我可是会好好照顾你的哦 怎么样 来我的身边吧 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难不成你还想要当我爸不成吗 称为什么的根本是无足轻重 比起那些世俗的说辞 你体内的遗传基因 能够让黑夜将你认为同类 就是你能算作是我的子弟的最好证明 这种说法我才不会认同 我不需要你的认可 你想怎么说也是你的自由 但是 突然在被甩飞的克兰多身边 几条黑色触手拔地而起 他们的尖端硬化成了黑色刺物 指指面前瘫倒在地上喘着气的克兰多 爸 这样你明白了吗 他们现在可没法继续和我战斗哦 无论是克兰多的生死还是你的 或者说在这里的所有人 可都是和你息息相关哦 所以我劝你 谨言盛行啊 尽管你并不认同盐的说法 但你的父亲安危更让你担心 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似乎现在顺从这头黑龙的说辞 是你唯一的选择 我知道了 如果能保住爸他们的性命的话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好孩子 那头黑龙满意的微笑着 向你伸出手来 覆盖住他手臂上的黑夜不断的涌出 对于那种恶心的东西 尽管你一万个不愿意 但现在你没得选 来吧握住我的手 和我一起走吧 真的 只要我和你一起走 其他人就能得救吗 嗯 那是当然 尽管黑龙轻浮的语调 让你不抱任何信任 但你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要握住那只手的话 父亲他们就能没事了的话 那我 你闭上双眼伸出手去 沿那冰冷而屡动着的黑夜的手 已经离你只剩分毫的距离 你甚至已经能感受到 那近在眼前的冰凉触感 不 你没有 勉强自己而必要 别去抓那家伙的手 而在你触上那只黑龙那潮湿而冰冷的手之前 另一只温暖的手 敷上了你的手 制止了你 霍雷俄 让你久等了 虽然稍微休息的有点长了 不过接下来是工作时间了 看着霍雷俄坚定的眼神 这种被保护的安全感让你感觉到温暖 也让你感到很安全 霍雷俄 你以前就是个好下属 你要是能回到我的手下 我随时欢迎 但是 现在 别带我的路 把那个孩子给我交出来 你想都别想 语音 未必 一道触手从地面吻的伸出 刺上了霍雷俄 而这头大狼则 显然是有所防备 一个闪身便躲开了这些奇袭 而后一个剑步 冲向了黑龙的身边 哦 居然不逃跑 反而靠近 呃 什么 一记重拳直击了黑龙的脑袋 在炎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霍雷俄的攻击就已经出手 速度之快 让炎甚至没有招架的机会 就直接吃下了一拳 你话太多了 炎 这一下对脑门的痛急 让这只黑龙不由得 往后亮枪了两步 而霍雷俄则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的下一技勾拳已经叙事待发 而这目标则是那黑龙的下巴 可不要指望我手下留情哦 再吃我一招 哐当 那宛如打到钢铁上一般的沉重回响 切 这种小伎俩 金卡士霍雷俄的这一技的速度 甚至比刚才更快了 但仿佛挤打到金属上沉重的手感 却让霍雷俄打出那一拳的手 反而溢出了血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头黑龙系列的笑 嗯?霍雷俄?你做了什么吗? 把体表硬化了是吗? 看来你没有看起来那么笨啊 没错 覆盖在我身上的黑夜 可以完全按照我的想法自由变换 当然硬化也是不在话下了 虽然我还有很多你所说的小伎俩 可以给你们看看 不过现在我没有时间陪你玩了 给我让开 要么就去死 霍雷俄 忽然大量黑色液体 开始在这头黑龙的全身沸腾 就像是一台机器猛的启动 开始飞速运转 那头黑龙猛的爆起 飞速的一击就这样在霍雷俄 甚至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直截了他的心口 呃! 烟! 这一拳算是还你的 不过可真是令人惊讶 吃了我那样的一拳 居然还能保持的意思 你的肉体果然有潜力成为 最完美的黑夜宿主呢 霍雷俄 但你也差不多到极限了吧 给我闪开霍雷俄 之后我再来慢慢陪你玩 尽管遭受了相当沉重的一击 让霍雷俄几乎要被打飞了出去 再加上之前的遭遇 这让霍雷俄的体力已经几乎见底 但他的意识依旧 暗扬 用尽最后力气爬起的他 依旧护在你身前 刺人说梦 我今天就算死在这里 也不会从他身前退开一步 你的中心确实值得信佩 但很可惜我可没有杀你的兴趣 但要让你让路的方法 我可是有的事了 突然几根触手猛的从霍雷俄身边的地面生了出来 而刚刚才正面吃虾眼的一拳霍雷俄 自然是躲闪不及 触须的强力抽打 就这样子挤了他的身体 出手为力道相当之大 尽管霍雷俄尽全力挡下了大部分的伤害 但其卷起的强力气浪 还是将他打了出去 碍事的家伙就给我滚一边呆着 又只剩下我们了呢野猫 就让我听听你的回答吧 是乖乖的和我走 还是就算付出在场所有人的性命 都要反抗我 我相信你会做出明智判断的 对吧 服从吧 在如此强大的存在面前 为了保护所有人 你觉得服从是你唯一的选择 我 谢谢你霍雷俄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肯定创造不出这个机会 这是 顿时一股强烈的电流穿过了那头黑龙的胸口 耀眼的闪烁了起来 一时间火光事件 果然 把野猫 托你来保护 是正确的呢 霍雷俄 爸 克兰多先生 这是电极枪 你在干什么 克兰多 你竟然自己贴在我身上 让黑夜吸收你的同时 让自己出颠 你到底想什么 你这样可是会死啊 只要能让你没法对他出手 我怎样都好 而且就算死 我也会拉你一起 在用电极牵制着炎的时候 尽管在不断的被黑夜所侵蚀着身体 但这也无法阻拦 但这也无法阻拦 克兰多的决心 他拉开一扇 从中拿出他最后的底牌 一颗手榴弹 诶 克兰多 你这疯子 德恩特 你听得见吗 趁现在 带着霍雷俄和他快走 不行 爸 这样你会 是啊 你在做什么 克兰多先生 下四个机会 就算不用的东西 只要我和克兰多先生一起 还有德恩特的家伙 也来帮忙的话 我们一定 尽管霍雷俄仍在坚持想要帮助父亲 但这时候 一头虎兽人打断了他的话语 不 我们必须得尽快撤退才行 德恩特 你说什么胡话 我们肯定 肯定还有机会才对啊 我很想同意你的说法 但很可惜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能对那条龙造成有效伤害的手段 我们已经没有了 就算留在这里 也只不过是被白白波及而已 请不要践踏克兰多先生的决心 很可惜 但是我们能做的 只有尽快离开 为什么 会这样 尽管心有不甘 但会得而明白 德恩特说的 这是确凿的事实 自己就算留在这里 也并帮不上 克兰多先生的吗 爸 可觉得 你不能看着自己的父亲牺牲自己让你们离开 你得做点什么才行 就算是要跟着那条龙一起走 对你来说 那也比严真正的看着你父亲去自爆来得好得多了 不 与其这样 留下父亲 还不如让我 我 我要和父亲一起 但在你正想往父亲那边走去时 狼下定的决心 如果无法帮助克兰多先生 至少自己得好好完成 让克兰多先生给自己的最后一个任务才行 对不起 一级手刀的敲击让你失去了意识 冲天的气浪席卷了整个工厂 大量蜘蛛在爆炸中接连倒塌下来 这就是你最后看到的光景 在我们等人离开后 工厂之中爆炸的硝烟渐渐散去 在轮烂的电极和黑夜体力吸收的双重秋残之后 克兰多已经再也没有力气继续拖炎柱沿着头巨龙了 虽然可惜 但是爆炸也并没有给这条黑龙造成太多的伤害 在克兰多带着的手榴弹引爆前一刻 黑龙就已经埋藏在地下的黑夜触手 形成了一道双层护围 从而挡下了爆炸 而当然这也救下了克兰多的命 啊 失去反抗能力的克兰多就像只小猫一样 被黑龙抓着脖子拎了起来 而在不屑的看了他一眼之后 炎变像丢垃圾一般将他扔到一旁 连粘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 这头雪豹 只得卧斧在地上喘着出气 嘻!真让人扫兴 要不是你跑来碍事 只要那个家伙能站在我这边来的话 你想都别想 只要有我 有霍雷尔在他身边 他绝不会是你的囊中之物 哼!明明连爬都爬不起来了 还真是嘴硬啊 不过你知道的 我可不像你那样 只会纠结于过去的人 看向无力倒在地上的雪豹 一个有趣的好点子浮现在炎的脑中 他舔了舔舌头 对自己面前的败家犬 或者说是败家猫 邪笑了起来 比起过去的事情 早点乐子可得有意思的多呢 不是吗? 欢迎刚落 几根触手猛的弹起 一瞬间 便在黑龙的指示下 将克兰多完全困了起来 动弹不得 呃! 这是! 充满侵蚀性的黑夜 游走在这只无力反抗的雪豹的身体各处 他身上的衣物则瞬间被 溶解的破烂不堪 措手缠住了克兰多的身体 将他完全肃清住 混蛋! 不管你要对我做什么 你都不可能抓到他 哦! 是吗? 让某人帮我去抓就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的克兰多就像是只带宅羔羊 你! 这是什么意思? 我啊! 想到了好点子啊! 既然是你克兰多坏了我的事 那就让你克兰多亲手帮我把他抓回来好了 不是吗? 而且这样我也顺便能找点乐子 怎么样? 是不是有个有趣的主意啊? 哈!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 但我永远不会成为你的走狗 不! 你会的! 竹琴在雪豹身上的触手再次开始蠕动 他们四处游走 摸索着雪豹身体的各处 你! 你到底要做什么? 很快 你就会知道了